女子单打的决赛 这是在印度选手内瓦尔出战中国选手王世贤 两人之间展开角逐 内瓦尔现在目前在这次的比赛当中 他的表现一直非常出色 目前势力排名内瓦尔是第四位 王世贤的中国选手势力排名是第二位 第一局的比赛王世贤16比14 领先内瓦尔 在2010年国际雨联的超级系列赛 韩国公开赛王世贤就拿到了女单的冠军 所以是开年是旗开得胜 而且在瑞士公开赛王世贤是二度夺得女单的冠军 内瓦尔在新加坡公开赛夺得了女单的冠军 也可以说展示了个人的才华 所以两人在2010年都有所收获 在斗往前球刚才王世贤是略胜一球 目前在女子单打的这排名第一位是中国选手汪欣 第二位就是王世贤 第三位是王毅涵 印度选手一支独秀 内瓦尔排在第四位 丹麦选手是保安拉斯姆森 目前是第五位 刚才是勾一个斜线 还掉往前 双方都是王世贤的一球 简直是掉的角度太刁了 半决赛的比赛呢 内瓦尔和王世贤是分别战胜了 申克和汪欣之后进入到了决赛 19比14 现在力道是比较大 球直接是出了底线 这样王世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判断是非常的准 球是稍微的出了一点点戒 15比20 结果这次平打的时候 球是力道太大 21比15 中央选手王世贤先拿下了第一局 不过我们看到内瓦尔呢 还是比赛中极微的冷击 第一局呢 是王世贤打得非常顺手 双方现在在第二局的比赛 印度选手17比11 领先中国选手王世贤 内瓦尔呢 他的特点呢 是步伐非常灵活 而且呢 是技术呢 也是相当全面 短球长球 手感相当好 在众多的中国女选手的 违战之中呢 印度选手内瓦尔可说是一支独秀 很冷静 第二局的比赛 内瓦尔是一路的领先 打得相当适应 18比11 发了一个高球 结果逼得王世贤自己是机球出界了 主要是王世贤呢 一直对内瓦尔的调球呢 是不适应的 在几个落点上呢 应该说 内瓦尔打得还是非常的聪明 但他这是一个滚网球 比分差距7分的差距 对王世贤来说呢 看来 要想追赶的难度 还是相当大 好球 这球赛是落在界内 19点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还是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失误 比分差距现在拉至五分 两个人的体力消耗都比较大 再夺一分 现在拉到四分的差距 好 刚才是勾一个斜线 16比19 王志强还在一分的一分的夺 16比9 现在内威尔稍微的有一点点紧张 但是对王志弦来说的压力更大 因为比分的差距还比较大 这球给的是非常别扭 给了一个半高球 王内威尔很容易调整直接一个调球 第二局的局点 印度选手内威尔拿到20比16 王志弦一个斜线出界了 这样21比16内威尔赶回一局 从而前两局呢 双方是暂时打成了1比1 决胜局的比赛对双方来说 都是力量技术 心理素质的考验 印度选手内威尔 则是表现出了非常丰富的比赛经验 和顽强的斗志 越是赛数比赛放下包袱 但是杀了对方一个反手位 内威尔这球扣得很有力量 王志弦刚才是放一个短球 但是内威尔并不着急 这个球掉的是相当的聪明 因为看到对方的重心呢 向后移动的时候呢 内威尔突然是摆短 并没有挑对方的后场 中扣一拍 然后是放到往前的一个极短的球 18比16 现在王志弦扣球的力量和落点 都不是非常的理想 所以可以让内威尔呢 轻松的是调动对方 我们看内威尔这球掉得多死 反正是王志弦打得很被动 19比16 这场比赛 作为新加坡公开赛的女单的冠军 印度选手内威尔要在2010年 再度的夺得冠军 好 这斜线落点不错 17比19 17比19 加油 加油 内威尔 内威尔体力非常好 现在是直接是压一个追身球 拿到了赛点 20比17 内威尔 内威尔打得非常聪明 现在三分的优势 内威尔还是打得很冷静 王志弦这掉球 出界了 21比17 印度选手内威尔 15比21 21比16 21比17 2比1的总比分 印度选内威尔战胜了王志弦 夺得了女端的冠军 就是 谢谢 如果她吃了